我曾经去年9月跟一位苏贞昌的 名嘴周玉寇上节目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匕首画脚 但仔细看左眼处怎么一条黑影鞋挂 认真瞧这不是假睫毛吗 看到这主持人立刻无嘴瞪大眼睛 向工作人员发出求救的眼神 但灵感全来的周玉寇哪管睫毛挡视线 继续高谈阔论 这位外籍人是他演 他说我可以写只是不能够讲他名字 他说苏贞昌说因为他选不上 为什么选不上 为了让他刹车的主持人试图插话 但周玉寇越讲越起劲 这一段周玉寇掉假睫毛的影片 最近在网路疯传 大家突然关心起周玉寇 全是因为他轰小S引发的效应 那位外籍人士我跟他说 那天早上他刚好跟苏贞昌见面 就是这种假睫毛掉下都硬要讲的精神 批小S毫不留情 反而被作家逢光远呛瞎 他在部落格写了一篇 周玉寇骂小S就好像马英九谈亲脸 吴玉寇谈道德一样好笑 主要是暗奉周玉寇当年 和黄玉娇之间的绯闻 甚至写下你不早就应该滚出 台湾的媒体新闻圈 你滚动累积的礼数算一算 应该已经滚到月球去了 可是我个人真的奉劝小S 暂时还是退出演艺圈的主持好了 炮轰小S反而被嗆瞎 周玉寇对此表示 请逢光远自我尊重 但是整起事件看下来 周玉寇也骂出了名堂 甚至还成为网友起底对象 把这一段掉睫毛的成年往事 都给掀了出来 当时永航洪婷在台北报道